不睡龙潜流 蜜蜜怎么被吓成这样了 是毛毛信息这样干的 我得去看看 这个警战还真是吓了我一跳 是一只猫把零弄响的 并不是我们自己弄的 你们怎么搞的 把我的咪咪吓得像个刺猬 不是我们吓的它 是这只枕头 带铃铛的枕头 我还从没见过呢 很奇怪吧 这叫井枕 警惕的井 枕头的枕 它是你们发明的吗 它是做什么用的 它是一个叫做潜流的人发明的 至于它的用途嘛 还得慢慢说 那是在五代十国时期 五代十国 是什么时候 五代是从中温建立后梁开始的五十多年里 中原地区先后换了五个短暂的王朝 即后梁 后唐 后晋 后汉 后周 和西兰 正为五代 以此同时 南方河东地区先后还存在着十个割据政权 他们是五 南唐 吴越 前蜀 后蜀 南汉 楚 敏 南平 北汉 历史上就把他们称为十国 哦 五代十国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那潜流是哪儿的人呢 他们是杭州临岸人 任正海节度时 在朱温继位不久 他就首先向朱温称臣 被朱温封为吴越王 由于潜流是农历出身 年轻时做过研范 所以他十分珍惜得到的地位 在当时 吴越是个小国 经常要受到吴国的威胁 这一切 使潜流养成了一种保持警惕的习惯 为了防止自己变得蓝色 他特制了一支圆木小枕 并在枕头的两端都追上了小灵 这样 在睡觉时如果睡得太熟 头就容易滑下来 小灵发出生意 就能百人惊醒 原来警惩的用途是这样的 是啊 潜流就是靠他的谨慎小心 才使得弱小的吴越波没有遭受到战争的破坏 经济渐渐繁荣了起来 在当时潜流还征用了大量的运工修筑前套江的石堤和岩浆的水闸 防止海水侵蝕冻田 他还下令凿平江里的大礁石疏通常道 方便船只来往 因为他在心修水利方面做了些事情 当时的人们还给他起了个绰号 叫不睡龙的 咋瓜 你敢起来抓老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